搬屋找時代,時代舊專業,時代服務界,搬屋搬廠搬寫字樓 請找時代物流快甲桌,還提供傢俬拆卸和安裝,傢俬暫存 有事要放手,掃QR Code,或者直接打電話給楊先生 Hello大家好,主昌奧 美高梅中國昨天宣布派花紅拿了頭彩 今日禁殺中國又跟進 宣布在2024年1月31日向所有合資格的全職員工發放職效獎金 以答謝他們過去一年的努力和辛勤付出 此外,公司亦會為合資格的員工調升薪酬 在2024年3月1日起生效,會加薪 將會為及金沙中國26,000名員工的99% 任職每一年或以上合資格非管理層員工 在1月31日獲發放相等於一個月薪酬的職效獎金 即是有一個月花紅 而管理層員工職效獎金 就根據職效獎金計劃的公司業績 和員工的職效評分計算 這都是一向的做法 而服務未滿一年 在2023年即是去年12日前入職 和在獎金發放當日仍然受聘於公司的所有合資格全職員工 就按比例發放職效獎金 這也是一貫做法 禁止中國員工薪酬調升 將會在3月1日起生效 歲前月薪不超過13,000元澳門元的合資格全職員工 將會獲加薪600元澳門元 相當於加4.7至4.5%的薪酬 歲前月薪超過13,000元澳門元的合資格全職員工 將會獲加薪2.5% 不用擔心 最起碼加2.5% 今生中國總裁黃英偉表示 隨著旅遊業復甦 公司成員齊心合力 公司業務迅速回復 持續蓬勃發展 取得非常大的成就 因此宣布向合資格員工發放職校獎金和家人工 美工媒同金沙中國相繼宣布派花紅和家人工 其餘四間薄企會怎樣? 根據昨天金剛大道的露鞭社消息 據了解六大博企是六間都會派花紅 不過差在怎樣派發 各位博彩業的從業員和朋友 內心一點 遲些應該會有消息 這集看到了 大家想支持我 可以掃片尾截圖如為猛 多謝你們 各位 各位 感谢观看